台幣匯率贬至30.8元 似乎有要往30亿元靠攏的意味 台幣未能指贬外资持续的提款 虽然呢美国昨天是修饰的 卖超仅有30亿 但是台股在中秋节前 想要换红包过节的投资人居多 连升既鼓今天也遇到了乱流 到底在节前我们可以怎么做 今天要教你看懂筹码 提前预知生死 看前十大券商买卖超就对了 心里有很多的不确定 收看节目就可以让你加点肯定 肯定操作肯定做法 肯定选股肯定未来的虚势 所以呢赶快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股市的炒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林玉凯分析师老师好 Coco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这礼拜才刚开始两天 现在成交量跟昨天成交量 都不足只有1800多亿 是的 怎么会这样 我承认都是月亮热的火 难道是因为中秋节卖压沉重的关系吗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贵买节前先开流 因为这两天贵买都是开高走低 生计也遇到了乱流很多档的生计股都有碰到跌停 那筹码定生史今天要告诉大家 前十大的券商 买卖超你一定要先知道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盘走势 今天是开高走低 在台积电还有一些大型的全职股领军之下 是一度有大涨超过百点冲破了14700点 但是呢刚刚有说到中秋节的观望味道呢 让今天的亮能不足盘中是由红翻黑 生计股涨多拉回像是保龄附警 北极星药业都遭到卖压灌杀到跌停 像台康生啊还有松瑞药 还有益德跟忠育同步都是暴跌超过8% 中场呢是小涨16点收在14677点 涨幅为0.11%成交量为1820亿 贵买的部分呢跌幅为1.51%成交量为706亿 三大法人今天外资是小麦0.67亿 投信是连53天买超台股今天是小麦9亿 老师外资怎么0.67亿是因为在放假的关系吗 这倒也不是放假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说因为连日的一直卖卖卖卖 大概可能卖了有点江郎财劲 卖不动了 不过其实因为现阶段外资的筹码 已经跟台股没有太直接的联动性了 所以我认为说反而就是平常心看待 好那跟台币现在一直走扁是有很大的关系 会有关联性 但是卖外资今天是小麦 但是台币今天又在创高了 是的没有错对 这是一个非常我们讲非常负面的一个形象 但是我这么说好了 因为其实现在美元指数也在高档 新台币的贬值相对的位阶也在高档 但是都属于一个算是历史的高位阶 反而在这边很有可能已经来到一个 这个接近捷径的一个味道 反而后续是有机会在中秋过后 那指贬过后呢有可能是在中秋节过后大家好好把握了 那老师今天想要问您的问题呢就是呢 到底是不是要等今天晚上美股的表现 因为我们台股只是它两个交易日了 要怎么看呢 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我要先来抱怨一下 因为每次都说是你唱歌 为什么这次被人去我唱歌 太晚抱怨了 太晚抱怨了是吧 好没有关系我先来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月份9月算是台股的多市之秋 因为其实在连续几个礼拜都有一些大事情 然后这个礼拜就是中秋廉价嘛 难免买盘会有一些缩手 那下个礼拜放假回来 马上又是这个美国CPI的数据要公布 再下下个礼拜呢 又是这个美国的利率决议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些比较积极的操作者 在这几个礼拜稍微有些止步观望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贵买 其实在贵买的部分呢 反而这两天表现比加权指数要来得强 那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因为原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都是贵买强于加权指数 那这两天呢其实整个状况完全逆转 那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因为第一个贵买的走势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强悍的 包含很多的生计族群啊 中小型股的带动 其实你会发现虽然加权指数在前几个礼拜 跟着美股往下做一个灌杀 但是中小型股仍然是活蹦乱跳 标股仍然是满天飞 那在这样子一个节前 难免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两天这个贵买的沙盘幅度 比加权指数来得重许多 那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上市指数 加权的部分呢 其实这两天相对的非常抗跌 那抗跌的原因 其实我跟大家来说明一个现象 目前的台股呢大概面临了六大利空 是 对我们直接跳到下两张 对多重的利空集结 台股呢就是打不倒 那第一点我们看到联准会阴声不断 其实持续的很多官员还是 陆陆续续的都有放出一些 偏向鹰派的声明 对 美股一直跌 道琼在这六个交易日跌了2100点 废半指数算是跟台股最相关的 下跌的百分比高达13个百分点 但台股有跌这么多吗 没有 其实是没有的喔 远远少于美股 那再来金元代工的报价跳水 这是昨天的新闻嘛 照理来讲这么大条的新闻 应该直接冲击的就是加权指数 但是没有 也是先冲击那些中小型股 那再来 外资八个月汇出5000亿 创历史新高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问题是新台币还是一直狂扁 对 外资还自己在汇出 台股好像也就卡在这边 也下不太去了 是 对啊 这个新台币的部分 我刚刚一并带到 那四川走霉运嘛 没有办法 又限电又风控又地震 真的是有点倒霉 可是问题是很多的电子厂 都设厂在四川 对 可是好像这几天针对台股 很实质性的一个利空冲击 好仿佛也没有 对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台股 就像是一个打不倒的勇者 怎么样利空冲击 OK 我就在这边就是止住 止吻了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说这边 这个重点我觉得可以归咎于 我们这个11月的大选 对 因为其实下半年最重大的一个议题 就是11月26号的九合一选举 对 那其实在这个议题之下 我相信 最近你会发现 政府的 不能讲手段 政府的一些 互盘吗 互盘的作为越来越多 从7月12号国安基金宣布进场以来 台股就一路往上直奔了嘛 直奔到一万五千四百多点 那现在呢 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台股这两天 大概成交量约莫在两千亿上下 其实两千亿并没有很离谱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种在市场里面 很长一段时间的 其实以前我们都看到那种 每天都是几百亿的这种量 对 就是2016年吧 2016年我那时候还在券商的时候 每天就几百亿啊 一千亿就算大量了 两千亿叫爆量哦 可是现在你看 超爆量 也才 也还是有两千亿 台股仍然有两千亿的水平 可是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再换个角度再做一个观察哦 今年当然它会有比较多的想法跟动作 你就等明年看看 明年假设台股 万一来到个一千五百亿一千两百亿 你看看没有选举它会不会出来 应该是不会了 对 那很明显是 这是很明显的 对 现在的所作所为 一切都是为了11月的大选 那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认知 现阶段其实反而每个拉回都会是买点 每个拉回都是买点 是的 可是老师今天有一个族群 它明明就涨了很多很多天哦 就是在生计族群 这明明也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加持之下 对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多档是跌停的啊 OK好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刚刚贵买的一个议题 因为其实贵买因为涨多 所以率先做拉回 生计族群也是一样 因为生计这一波呢 大概是从六月份开始起涨 嗯 其实六月啊 七月啊 八月甚至到九月的这个上旬 真的是涨停板 创新高满天飞 对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接下来要面临中秋 CPI以及利率决议 我觉得有一些逢高获利了结的卖押 无可厚非 是 但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去率先观察 主力走了没有 嗯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来看这个东西哦 没错 其实不会很复杂 其实很多这种手机的看盘人体 你都看得到 嗯 比方说第一档我们来看一下药华药 好 药华药其实今天来讲表现不错 可是其实就整个八九月的表现看起来 它并没有特别强势哦 因为当八月份很多生计股还是在创新高 它是算少数没有创新高的股票 对已经涨完的感觉 对已经涨完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左边跟右边各代表了哦 近五个交易日的这个 前十大券商的买超跟卖超 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直接这样看数字 好 你会发现卖超的远远大于买超的哦 所以说这个也是整整体生计族群强 但是药华药始终无法突破新高的一个原因 那在下一档我们来看一下合一 那合一的部分呢 其实在这几天都还是有创新高的一个表现嘛 那同样的我们直接的去看数字 你会发现哦 像买盘的这边 摩根史丹利 他的买卖超达到八百多张哦 摩根大通也有八百多张哦 其实就已经碾压过右半边卖超的那个行列了 对 所以当然合一他是有条件有本事 持续来做一个过高的动作 嗯嗯嗯 老师今天举例的这两档啊 有些是医体 有些是临床嘛 有些是新药啊 有些是拿到哪个国家的药证 其实各有千秋 但是其实生技股 当然坦白讲 它是一个主力色彩比较丰富的一个族群 所以这个时候筹码的研究相对重要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教大家怎么样去透过十大券商 来去简单追踪这些筹码的集中度 所以我认为说 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它裂开来 我们就看前十大就好 前十大的买超章数 vs前十大的卖超章数 其实大概这个买卖超力道 你就可以掌握得到了 是好 那今天呢 有帮大家好好的抓出来 看要看这个十大券商的买卖超力道 那是生技股都可以这么操作 还是说其他族群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嗯 这么说好 因为其实我们讲生技股 因为它是筹码色彩比较重的一个族群 再加上说 往往生技股它的股本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做观察 但是如果你针对一些 比较大型的电子股 比方说台积电 是 联电 那这些可能 它就是外资说了算的 这些股票 是 恐怕它就没有这么大的参考价值 对 好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 你手中的股票 因为现在应该大家都开始心有所属 都是在生技这个族群了 那今天就帮大家抓出 这个券商的前十大买卖超 让大家呢 看懂筹码 你就知道你的股票的生根死了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那生技股呢 也是受到中秋节之前的 节前卖压的影响 所以呢 整个台股 我成人都是 是月亮热的火 我错了 你不要唱 以后还是我来唱就好了 好啦 好吧 那大家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六点半准时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 订阅 留言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呢 想要知道凯哥怎么唱歌这么厉害 也欢迎呢 直接可以私讯老师的like 跟老师来做交流啰 那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